本节我们来看一下多维数据级函数 多维数据级函数可以用来从多维数据库中提取数据级和数值 并将其显示在单元格中 关于常用的多维数据级函数 我们可以在书稿中查看具体内容 此外,关于多维数据级函数 它是有一些必须的参数 比如说Connection它是必须参数 表示多维数据级的连接的名称文本字符串 TPName也是必须参数 表示多维数据级的KIP、KPI等名称的文本字符串 KPI、Property也是必须的参数 返回的KPI组件 关于具体内容我们可以在书稿中看一下详细的介绍 本节内容我们就介绍到这里 感谢观看